我们再一次有这样的一个被祝福的时间 能够明白神在我们这个世代 在你我身上的旨意 今天呢就是特别的这个题目 有很多人质疑来问我 是不是讲这个呀 是不是讲那个呀 今天我们就是要明白 什么是最艰辛最伟大的时刻 我们今天还仍然存活呀 有机会来分享他宝贝的话语 我们今天的这个世代 是人类历史上最艰辛最伟大的时刻吗 虽然人类历史从来都没有过像 如今全球的疫情状态 不及这么广 全球的那么的严重 我们这里也是越来越严重 我们可以说这是一个很艰辛的时刻之一 但并不是最艰辛的时刻 说到这个罪 这个极致了 这个罪就是极致 没有可比的 就是没有可比性的 那是不是我们现在的世代 是一个伟大的时刻呢 我觉得更不是 今天的时代 可以说是一个很黑暗的时刻 还不能说是最黑暗的 也不能够说是最艰辛的 虽然很艰辛 现在的这个世代 让我们看见 我们每一个人都生活在其中 很艰辛 但不是最艰辛的时刻 人类历史上最艰辛最伟大的时刻 究竟是什么时候呢 究竟是什么呢 就是在今天是将临节 是12月的第一周 就是耶稣基督 为我们全人类降生的那个时刻 就是我们所说的圣诞的时刻 所以在每年的圣诞节呢 全世界各个地方都是普天同庆 世界上第一个圣诞节 延续到今天 已经是2020年了 圣诞是人类历史上最艰辛 最伟大的时刻 因为什么呢 因为人类历史上 没有君王生在马草里 天国的君王宇宙之主 一切他是我们的源头 一切的源头 竟然呢 没有他的地方出生 宇宙的创造主 竟然生在最肮脏 最臭味熏天的一个马草里 宇宙之主 生在马草里 就是人类历史上最艰辛的时刻 也是最黑暗的时刻 也是最寒冷的时刻 人心寒冷 天气寒冷 整个在黑暗冷罩里面 看见人心的败坏 看见人心的黑暗 在人类最黑暗 最冷酷的时候 耶稣基督 他降生 就成为人类历史 最伟大的时刻 因为马草里的婴孩 改变了人类的历史 因为没有 耶稣基督的降生啊 就没有他的受死 和复活的救赎的之恩 就没有今天 你我的一切 我们今天也不可能在这里 来相聚 来超时空的相聚 这就是今天 每年纪念圣诞的意义所在 我想啊 难道我们不该预备 我们的生命来迎接他吗 来迎接这样的一位救主吗 这就是我今天的题目 迎接人类历史上最艰辛 最伟大的时刻 当美国的太空飞船呢 第一次成功的登陆月球的时候 当时的美国总统尼克松 说了一句非常了不起的话 他自以为很伟大的话 就是说 我们美国人 做了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事情 就是把人从地上送到了天上 但是总统的牧师 葛培里啊 他也是很多季 美国总统的牧师 他说什么呢 他说总统啊 你说错话了 他说在人类历史上 最伟大的事情 不是一个人从地上到天上 而是上帝的儿子 从天上来到了地上 这就是今天 我非常的感恩 每一年的十二月呀 就是我们基督徒 能够一起来思想 纪念这一位永恒的救主 这一位伟大的 无限的神 成为最卑微的 一个婴孩的样式 将士为你为我 来到这个世界的那一刻 他降生到今天为止 仍然是全世界 全人类历史当中 一件空前绝后的事 这就是道成肉身的福音 没有任何的事情 可以跟福音相比美的 今天我们的茶经 还在讨论什么是粪土 如果没有耶稣基督 这个世界一切 就是在罪里面 就像那个在马曹的那种的味道 可是神他降生了 他在这个最黑暗的时刻 降生为你为我 我们今天用什么样的心 来到他的面前 一年很快就过去 一年年复一日的过去 我们每一次感恩节过去的时候 我们就迎来了圣诞 每一年都是这样的过去 但是我们今天 今年非常的特殊 疫情还没有过去 感恩节过去了 疫情没有过去 时间过去了 可是很多的生命 在感染当中 我认识的一些朋友 弟兄姐妹 在感染隔离当中 生命受到挑战 还有很多我知道的人 已经回了天家 天气越来越寒冷 世界 人心 环境 很多很多的黑暗的改变 一呼寻常的美国的大选 成为一个众人 关注的一个中心 很多人心灵里面 为此被撕裂 大过疫情带来的一个肉体的危机 我听到许许多多的这些的 现在永不改变的神 圣诞是全人类最伟大的一个祝福 没有之一是最伟大的一个祝福 以马内利的神 就是全人类的盼望 没有马槽当中的那个艰辛的圣诞夜 我们今天就会一如既往的生活在这种 没有指望的黑暗当中 没有圣诞 无论我们喜欢与否 我们喜欢和不喜欢 我们都没办法选择 我们必须要经历人生漫长的黑夜的绝望 每个人都走在这个通往地狱的路上 从出生就等待死亡的那一天 正如有一位诗人 他所描述的 他说大众过着一种 近乎平常的绝望的生活 甚至在所谓人类的游戏和娱乐背后 隐藏着一种千篇一律的 却是无意识的绝望 人们对这种被强加的 这种毫无乐趣的 毫无意义的生活 真的是看不见任何的盼望的 很多的人感到无奈 感到抑郁 人生就像一个长长的 失眠的黑夜 而且这个每一个人都经历了不同的人生的很多的艰辛 但是圣诞就冲破了这一切的绝望 那今天呢 是将临节 那如果我们从没有经历过耶稣基督降生在我们的心中 我们的生命当中 我们就不懂得圣诞为什么普天同庆 圣诞节为什么很多无神论的国家还在那么热闹 每一年的圣诞节都是纪念提醒我们的人生需要圣诞 没有圣诞的人生是一个极其悲哀最悲哀的一个人生的旅程 但圣诞改变了我们的一切的绝望 如果我们看见我们的人生的绝望 就不会狂傲的以为我们拥有一切 我们自以为义 自以为可以定罪 自以为人可以人定圣天 我们呢 就会知道我们需要圣诞 我们需要仰望圣诞的意义 它的真意 人生就从这里开始 才有我们的盼望 圣诞对我们的全人类 包括你我每一个人 是唯一最伟大的一个奇迹 耶稣来了 就是要在基督里面做新事 让我们成为一个脱离这种黑暗 脱离罪 脱离悲剧的人生 成为一个新造的人 他要拆毁一切不是真理的根基 他允许很多的困难困境 允许很多的罪恶 似乎在掌权 为的是什么呢 他要拆毁 我们不是真理的根基 他要在旷野里面开道路 在沙漠当中开江河 这个不朽的一个盼望呢 就是建立在神永恒不变的 这种基督的这个真理 跟他的恩典当中 圣诞是人类历史最艰辛 最伟大的时刻 圣诞呢 带来我们一切冲破人生绝望的 唯一的最伟大的盼望 所以我们纪念这个圣诞呢 就是要迎接耶稣基督 他是万王之王 他要在这个任何的国家掌权 他要做王 所以神就透过圣诞 来表达他的心意 他要点燃这个世界 永恒的一个真理的火把 这个火把是永远不会熄灭的 那么在这样的一个时刻里面 我们怎么样来迎接 怎么样来预备我们呢 这个是我们每一个人 必须要思想的 我们不能够躲闪 也不能够用别的来取代 也不可以轻描淡写的来回避 我们怎么样面对 这位宇宙之王 生在马槽里的这个历史的事件 也是2020年前 他的降生这件事情 是全人类每一个人 不可以不思想 不回应的 不可以像当年客店里 没有他出生的地方 我们的心必须有空处 留给圣诞这一位主 降生在我们的心中 降生在我们人生的旅程里面 这个人生的旅程啊 必须需要这位圣诞的主 所以不单单是圣诞节 需要纪念圣诞 圣诞是这个提醒我们的 一个纪念的一个方式 在这个时刻 我们特别的要思想 我们的生命当中 是不是像当年的客店 没有他的这个出生的地方 我们的心中没有他的位置 我们把他当成谁呢 所以我们的生命当中 我们感到虚空 一切的虚空是因为 我们没有耶稣基督 在我们的心中 他没有降生在我们的心中的时候 我们这一切世界上的 所有的东西 全是过眼烟云 虚空粪土 所以我们很多时候喜欢用一个成语 来描述一个伟人 说这个人是前无古人 后无来者 而在我看来 在这个历史上面 真正的配得这样的一个称号的 只有耶稣基督 没有第二个人 因为在人类的历史当中 没有一个人出生 像耶稣基督那样 有那么多的先知 在上千年前就已经预言了 在旧约圣经当中 已经早就把这个预言放在那里 非常精确的 说出了人内心的一个惊叹 就是耶稣基督会在那一刻 降生在这个世界上 主耶稣的降生 的确是今天动地 空前绝后的 他的降生 所发生的事情 降生前所发生的事情 降生中所发生的事情 降生以后所发生的事情 全部照着圣经 全部应验 所以在圣经一开始的 创世纪三章十五节 这个里面 就第一次的预言 主耶稣 他要成为女人的后裔 这个所有人 都是男人的后裔 所以这里面给我们看见 女人的后裔 要伤你的头 就是对魔鬼说的 所以耶稣基督 他是女人的后裔 圣诞就是童女玛迪亚 圣灵感应 剩下的耶稣基督 他是神的儿子 他是神 以赛亚先知书 这个后裔不是普通人 这个以赛亚先知书里面 早都预言了 他的名字被称为 奇妙测世 全能的神 永在的父 和平的君 他就是以马内利 以马内利在西伯来文的意思就是 神与你同在 当耶稣基督降世 在这个世界的时候 他告诉我们的信息呢 就是上帝要与我们同在 他跟我们同在 与你同在 与我同在 在预备迎接 这个圣诞节 每一年的纪念的时刻的时候呢 这样一个伟大的时刻 那我们的内心 要特别的体会 来经历到 他跟我们的同在的一个真实 他的同在 可以胜过一切 罪所带来的黑暗 无论现在 面对着怎样的黑暗 但他必定要胜利 他的意念高过我们 他的道路 高过我们 一切的人间的道路 所以罪带来的 一切的动荡不安 都在他的里面 都在耶稣基督里面 点亮 点亮啊 这一盏 让一切的这个 艰辛当中的挣扎呢 都被看见了盼望 所以在圣诞 就要来临的 这个十二月的第一个主日呢 今天也是圣餐的主日 每个月第一个礼拜 是我们教会的圣餐的主日 每一次的圣餐 我就想到 他对我们的心说话 我们怎么样 来领受圣餐 来纪念他 那刚刚牧师读的经文 马可福音十四章 一到十节的时候 每一年圣诞节 我都在反复的读 这一段的经文 我想这是回应 并预备我们的心 来迎接 纪念圣诞 一个最好的一个回应 是一个最好的 和神心意的 一个生活的方式 世界上没有一件事 可以与此相比 这个是神今天 要对你我说话 这也是这个世代 最需要的 也是疫情当中 也是眼下大家所关注的 这个很多人希望 我们来谈论的 这个美国的治安的 这个时刻 更是你我生命当中 最需要的 在这样的一个世界的黑暗里面 怎么样为公义发生 怎么样为神发生呢 我想这一段的经文 上帝要刻在我们的心板上 这个马可福音 第一章十四到十五节里面 说呢天国尽了 你们当悔改 信福音 那我们今天的世代 最需要的就是悔改 然后我们要知道 怎么样接受这个 圣诞这位主 就是福音 耶稣基督就是福音的起头 所以看见眼下的一切 你就知道天国尽了 我们需要的是悔改 每一个人需要悔改 所以神要得到完全的时刻 很快就要来了 这是今天上帝 要对我们的生命里面的 一个呼唤 那我们需要回应 这个从天而来的一个呼唤 那在十四章一到二节这里面 给我们看见了 祭司长文士 想方设法要杀耶稣 玛利亚的故事 发生在距离 耶稣上十字架的 大概前几天的时间 我们这个看到哈 就是祭司长文士 宗教的领袖 他们决定要杀害耶稣 这是一个很讽刺的一件事情 今天很多时候在探讨宗教 我每一次说我们不探讨宗教 我们探讨的是 耶稣基督这个生命 我们所信的是天地的主 耶稣基督 神的儿子 我们不是信任何的一个宗教 所以在这个地方 我们看到 祭司长文士 这些宗教的领袖 他们正在找机会 来杀害耶稣 所以上下文 在看下文的时候 其实都是在讲 他们要杀耶稣了 而在这中间 三到九节里面呢 就穿插了这一段的故事 马可就用这个方法 把中间的这个故事 很强烈的衬托出来 我相信他用心良苦 他不是偶然的这样的衬托 这是一个极大的一个反差 一个对比 就像今天的时代 是一个抵挡耶稣的时代 很多神的儿女 其实在无意当中 也在抵挡神 所以在这个时代里面 仍然是一个杀害耶稣的时代 一个敌基督的时代 一个抗拒真理的时代 所以在这样一个至暗的时代里面呢 你我该怎么样的来生活 来为主发光呢 为主而活呢 那我们在这样的一个时代里面 怎么样的一个生活的方式 一个活法 才是回应这一位伟大的主的降生呢 否则我们的纪念圣诞节 毫无价值 毫无意义 我们要思想的就是 如何预备我们的生命 迎接这一位圣诞 这个人类历史上最艰辛 最伟大的时刻 在马可福音这里面 十四章一到十节 就描写了 这个玛利亚 这个香膏的故事 这个玛利亚的 这个香膏的这件事情呢 有许多的人在传颂 这里面呢特别的给我们看见呢 就是香膏的寓意啊 它有四个形容词 一个是珍拿达 一个是名贵的植物 一个是很纯的 一个是很贵的 那这个呢 是玛利亚的一生的积蓄 相当于当时的一年的工资 一年的一个收入 对玛利亚这样一个 一个贫穷的一个家庭 这是他一生的最宝贵的 所以那我们今天呢 我们要想一想 我们今天我们的收入 一年的收入是多少呢 我们的收入用在哪里了呢 我们的收入可能会 我们计划买许多 我们所喜欢的需要的 但是今天我们所看见的呢 就是很多人为了家人 孩子 我们可以用我们的积蓄 买许多的东西 来帮助他们 来让他们欢心 那我们今天所看见的呢 就是玛利亚 她今天用她的这个积蓄 用她最宝贵的 这个里面呢 讲到这个香膏 非常的香 而且呢 她用头发来擦 如果要审视这个 就是我们要看一看 香水是不是很昂贵呢 就要看这个香水呢 是不是可以被洗掉的 如果洗一洗就没有香味了 那她不是一个很昂贵的香水 那这个香膏呢 的确是非常的昂贵 非常的昂贵 非常的宝贵 因为它实在是太香了 以至于四散 玛利亚打破玉瓶 全部倾倒在耶稣的身上 在旁人 当时的人 在玛利亚身边的人 看起来 这实在是太浪费了 她周围的那些人 就开始议论纷纷 对她生气 很多的抱怨 很多的不满 他们的理由呢 是这些钱呢 是可以周济穷人的 当他们所说的 好像是 好像很有怜悯心 但是他们的心是怎么样 只有他们自己清楚 那么这些钱 是玛利亚辛苦一生的积蓄 对他们来说 觉得太可惜 这个是旁观者的 一个指责 一种沸沸扬扬纷纷 这种议论的 各种的意见 各种的声音 可是玛利亚 漠然无声 没有丝毫的回应 因为她深知 她为她所爱的主 所做的事情 跟任何人 没有关系 而耶稣却为她说 这是一件美事 在希腊文 这个美字这里面呢 有不单单是 有美善的意思 而且有很美妙的意思 玛利亚的 现香膏的这件事情 是千古流芳的 因为这是一件美事 所以每当提起 这一件美事的时候 就是我们的一个激励 我每一次 在读到这样的 这件美事的时候呢 我们就再次的闻到 那疑人的香气 这个 与弟兄姐妹 在分享这一段 美事的时候呢 相信我们不会觉得 是老调重弹 而是历久迷新的 一件美事 这一件美事 非同小可的 耶稣基督降生 就是圣诞 那这个圣诞 就是为着你跟我的 他的降生是 一切都是为了 你我的罪 他来了 他死在十字架上 这香膏呢 是做什么用的呢 做的就是为了 预备耶稣的死 那预备耶稣上十字架 这一件事情 谁能做呢 当时的门徒没有做 耶稣基督当时的心情 是那样的沉重 他要为全人类担当这个罪 只有玛利亚 这个时候 用香膏来安慰了 这个耶稣基督 他的心 那因为香膏是防臭的 也是防腐的 在那个时候呢 有一个传统就是 人死后呢 是只有身边的这个 最亲近的人才可以 用香膏来涂抹 这个死者的这个尸体 所以玛利亚呢 他知道 到了耶稣死之后呢 他就没有办法 再做这件事情了 他就没有办法 再涂香膏 在耶稣的身上了 因为到了时候 就轮不到他 做这件事情了 最亲近的是 门徒跟耶稣基督 但是玛利亚 这个时候他预先的 就把这个防止耶稣 尸体的朽坏的 这样的一个香膏呢 防腐的这样的 带着极贵的 真拿达香膏 是非常昂贵的 一个香膏 就是玛利亚 为自己出嫁的时候 预备的要用的 这个最名贵的植物 真拿达香膏 就浇在了耶稣的身上 玛利亚实在是 让我看见 他把自己的心掏出去 尽心竭力 在耶稣代替 全人类的最上十字架之前 只有玛利亚 体会了耶稣的心 在当时人们 所思所想的 这些要杀耶稣的 这些的宗教的领袖 形成了一个 完全的一个反差 这实在是一个美事 就如耶稣说的 他所做的是一件美事 那玛利亚 他默然无语的 尽心尽力的 做了他对主的这份心 所以耶稣说 无论传福音到哪里 都要纪念 到任何一个地方 都要传讲这女人所做的 古今中外 都要纪念 这一件的美事 我们可以思想 我们今天 怎么样来体贴神的心意 在这个世代里面 我们做怎么样的 一件的事情 可以被耶稣称为 是一件美事呢 想想我们今天 面对这样的一个困境 我们在做什么呢 很多时候 我们做许许多多的事情 可是十年后 人们还记得吗 二十年后 人们还纪念吗 玛利亚做的这件事情 至今已经两千多年了 那我们今天的世代 仍然要纪念 在未来的世代 仍然要纪念 只要我们往普天下 传福音的时候 要纪念这一件的美事 这是一个历久弥新 要纪念的每个美事 这究竟是怎么样 一个美事呢 我在想 我们有做过 可以被神永久纪念的事情吗 我们的人生啊 实在是很短暂 我们一年一年 就这样过去了 我们做的事情 如果不被神纪念呢 真的是虚空 虚空的人生 如果我们做的事情呢 是可以被神永远纪念的 那么就是一个美事 人生就不虚空 如果我们每天都在做 毫无意义的事情 一定不被神纪念的 我在想 这件美事呢 被神纪念的原因 究竟是什么呢 如果这件事情 那么了不起啊 被耶稣所称赞 我们就要做这样的事 来回应 耶稣 为我们降生的 这样的一个圣诞的 这样的一个时刻 才与我们所蒙的 这个救赎的恩典 相称 因为这是 人类历史上 最艰辛 最伟大的一个时刻 是为着你我的 没有圣诞 你我永远都活在黑暗当中 活在绝望里面 永远都不会点亮 那个盼望的光 所以我想玛利亚 做这件事呢 有几个非常的特色 我们今天分享一下 它美在哪里 我们今天可以来效法的 我们今天要思想 我们在做什么 那我们的这个一般的 通常的解经的原则呢 就是要找出 圣经真理的原则 以至于呢 可以应用在我们的 实际的具体的 现实的生活当中 那今天我们不可能 效法玛利亚 具体的来抹香膏 这一个例子 但我们可以效法 这一件美是美的原则 那我们可以 借着这件事情 借着此刻 借着今天我们的分享呢 我们可以省察我们自己 一会儿我们有圣餐 我相信我们自己 每一次的圣餐 要省察我们自己 我们的身体 需要常常的体检 我们所开的车子呢 我们需要常常的维修 同样的 我们的属灵的生命 我们有了耶稣基督 给我们的新造的一个生命 重生的一个生命 我们需要常常的来反省 来维修 来调整 来悔改 那我看这件美事呢 至少有这样的几个特点 第一 玛利亚她是抓住机会所做的 耶稣上十字架之前呢 只有这一个机会 玛利亚 做得非常的及时 她没有失去这个机会 玛利亚做这件美事 是一个非常难得的机会 来表达她对耶稣的这份爱 她献上了她最好的 这个机会只有这一次 也只有 这个时候不把握的话 机会就没有了 那我们可以回想 省察 我们对神 在我们的生活当中 我们来表达 我们对她的爱的机会 我们可以抓住吗 许多时候 我们的生活当中 有很多后悔的时候 就是没有把握住机会 那么神给我们许多的机会 来表达我们对她的爱 而不是人的爱 是出自我们对 耶稣基督的那一份的 这一份的爱 她毫无保留的爱我们 她是我们随时的帮助 我们怎么样回应她呢 我们很多的服侍的机会 就像是擦肩而过一样 我们有许多的理由 借口 我们很忙 我们有很多事情 我们不能够做 这个服侍主的事情 我们忙于计划 我们的人生的打算 我们没有办法 来思想 我们怎么样回应主 其实我们仅此一生的机会 我们只有这一生 我在线上的这些 弟兄姐妹朋友们 我们想想 我们的人生 还留下多少时间 耶稣对我们的人生来说 我们把它摆在哪里呢 我们把它摆在我们心中的哪个位置呢 我们可以省察 我们是用什么来表达 我们对耶稣十字架的一个回应呢 我们的人生究竟如何把握服侍主的机会呢 所以这个机会失去了 我们常常说 机不可失 时不再来 很多时候呢 我们会背诵 这个说很多神的话 我记得这个上周 这个清风弟兄的讲到的题目呢 就是万事互相效力 叫爱神的人得益处 那这个益处呢 很多人有误解 这个益处 其实就是相对于 这个短暂来说的 昨天我们在小组里面 我也分享了这样的 什么是益处 我们以为是对我们好的 我们就是 有些时候就是 一个功利的思想嘛 就是这件事情发生 你说是万事互相效力 叫爱神的人得益处了 我们不想 我们是不是爱神 我们怎么爱神的 我们很少去反省 但是我们要强调 就是神你的应许 是让我得益处的 那这个益处是什么呢 这个益处 就是相对于短暂来说的 我们功利就是说 我有什么好处 这个益处呢 其实就是今天 我们的一个重点就是 这件美事美在哪里呢 这个益处 就是留住的意思 在原文的意思 就是我们可以留住的 可以留下来的意思 就是不虚空的 就是这个 我们做什么 可以把握这个机会 可以存留到永久 这个是益处 就是要把握我们 这个有限的人生的 这个机会来回应神 侍奉就是一个感恩的回应 所以需要把握机会 这个机会过去了 我们人生很快过去了 我们不要等到 我们年老的时候 我们的身体 失去了健康的时候 我们再来把握 那个时候就晚了 所以玛利亚 这件美事 第一 美在 他把握了这个机会 他做了一个 存留到永久的事情 第二 玛利亚 他是竭尽他所能的 他把他一切 毫无保留的奉献给耶稣了 这个就是 他的尽心尽力尽意 来爱主 就像圣经当中 也描写过一个寡妇的 两个小钱 所以上帝不看我们多少 看我们是不是把我们 最宝贵的 我们愿意来陷在他的面前 这个尽呢 是每一个人不一样的 我们的尽 对寡妇来说 是两个小钱 对玛利亚来说 是他的香膏 真拿大的香膏 他自己最宝贵的 你我最宝贵的是什么呢 这个美事 是尽了他所能 他将他最宝贵的献上了 我们献上了 是什么呢 我们说我们爱神 但是你的最宝贵的是什么 这里面呢 给我们看见呢 就是玛利亚 把他最珍贵的 献给了他所爱的人 献给了他所爱的神 这个不叫枉费 而叫做不惜代价 我记得我读过一个见证 在三十年代 有一位来自这个加拿大的年轻的一个女宣教士 为了给中国人传福音呢 他在中国病逝了 生了一场的重病 然后就死在中国 他的爸爸在加拿大这边听到这个消息之后呢 我相信每一个父母都会很难过 但是这一位父亲所说的话 让我至今都不能够忘记 他说什么呢 他听到女儿去世的消息之后 他说 我已经把我最好的献给耶稣了 所以回应圣诞 这个就是在每一天的生活当中 神怎么看我们 神给我们的这一切恩赐都用尽了吗 我们的侍奉的心态 是要等退休以后呢 还是我们有空的时候再来回应神呢 我们等到我们足够的这个钱财物质的享受之后 我们再来呢 所以我看见许多的人 时间就这样流逝了 一直在观望 一直在等待 我不知道他在等待什么 当我们很多时候我发现 当我们附上一点点辛劳的时候 我们附上了一点点的我们的金钱 我们的奉献 我们的这个体力的时候 其实很多时候不由自主的 好像这个我们的生活并不如意的时候 并不如我们想象的时候 我们那种自怜就会一下的涌上心头 所以最宝贵的对玛利亚来说是真拿大香膏 对你我来说最宝贵的是什么呢 这一件美事 第三我看到的是玛利亚 对耶稣有一个完全专一的爱的心 他不管别人怎么说 这个世界有很多的声音 但是他冲破了一切这些世俗的眼光 世俗的议论 世俗的规矩标准 包括很多的我们人的评判的这些的眼光脸色 但是他却在众人面前毫无遮掩的 很坦荡的来表达他对耶稣的爱 跟任何人没有关系 是他坐在耶稣的身上 耶稣清清楚楚知道我们的内心 其实爱有多深呢 就让我们看见他奉献就有多少 他的时间金钱 他的恩赐是怎么样奉献在神的身上的 这个是来表达他对神的这份爱 到哪一个程度 这样的一个爱是超过一切困难的 所以历史历代最畅销的影片呢 都是在讲爱情的 我们都知道的这个泰塔尼科号里面的 这个爱情的故事历久不衰 这个爱可以感动无数的人 可以冲破一切的困难 恋人之间的这个爱的表达 跟第三者毫无关系 所以今天神不要我们论断别人 就是这样的一个原因 就是我们为主做的跟任何人没有关系 任何人也没有资格来评判 所以玛利亚不回应周围人这种 七嘴八舌 周围人的质疑和判断的声音 对他来说没有任何影响他 耶稣为了爱你我 他舍弃天上的荣华 他生在马草里面 他忍受罪人的羞辱顶撞 定罪审判 这个世界的特点就是如此 无论在哪里 只要有人的地方就有这些的问题 但是爱可以突破形形色色 无穷无尽的这种世俗的人间的问题 我们对主的这一份爱是不会灰心的 因为我们是坐在永恒的主的身上 我们做什么 把什么最宝贵的给他都不过分 因为他毫无保留的爱了我们 当一个人受伤的时候 他就会体会到 耶稣怎么样为我们受伤 当我们领圣餐的时候 我们就知道他的边伤为我们 我们才得平安 才得意志 所以今天 很多人在奉献给神的这件事情上 一直在纠结 一直在挣扎 一个是我们的时间 一个是我们的金钱 一个是我们的这个事业 能不能够就是为主撇下 我们很多时候撇不下 当然神呼召我们在职场服事 那是我们忠心在服场 这个职场服事 这个是无可厚非的 我们在职场里面活出神的这个生命来 来见证神来传福音 那是一个使命 那是神的一个差遣 不是我们的一个借口 有一些人特别是 这个我们在奉献金钱的时候 就有好几个人 不止一次的问我 说这个给教会的奉献 十分之一 是税前呢 是税后呢 每一次我都笑了 我说十分之一呢 是旧约这个要求 新约是十分之十 百分之百 是全人的 保罗就是说 我们是当作一个活祭 保罗在罗马书里面说 他说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呢 把身体献上 当作活祭献给神 所以旧约呢 是献牛羊 在新约 耶稣来了 他为我们献上 一个完全的赎罪祭 那我们今天 要怎么样来回应神呢 而不是税前 税后的问题 是我们整个人的起居 都是主的 在职场 为了侍奉神而工作 在家庭 为了侍奉神 而有家庭生活 孩子教育 我们的一切的 孩子教育的计划 是不是 为了把最好的 献给神呢 所以在我们今天 很多时候 父母亲为孩子 在圣诞节的时候 买东买西 买礼物 我们送朋友 送弟兄姐妹 送孩子 送家人 但是我们给神什么呢 神替我们 把命给了我们 把宇宙赏赐给我们 我们用什么来回应他呢 玛利亚这个美丽的故事 那么今天说明了什么呢 给我们特别的看见就是 我们的奉献 是我们的心 我们的爱 跟奉献是成正比的 爱是一份的奇迹 爱是一份的盼望 也是一份的喜乐 这个爱 是神的爱 他可以滋润我们那些 虚空的年日的 这些有限的生命 可以超越 我们人生当中 遇到的许许多多的 艰辛的时刻 我在想 如果我们今天的服饰 可以用这样的美事来做 我们的生命 必定是复兴的 所以我们的复兴 不是口号 不是正比高呼要复兴 复兴 也不是 要怎么样的 来用外在的行为 来表达我的复兴 虽然我们的生命 一定会有外在的 一个行为的表现 一个流露 是生命的流露 但是我们的复兴 是用这样的一个美事 每一天 坐在耶稣的身上 抓住机会 尽所能 不管别人怎么说 这世界很多的声音 特别是眼下的这些的事情 好像是令人很惊讶的事情 发生在 特别是美国当今的 这件的事情 牵动了许许多多人心 也是让我们看见 因为这件事 所造成的分裂 造成的一个分歧 我常常说 分歧 是每一个人 从不同的角度 虽然有分歧 但是不可以造成分裂 不可以造成 因为这件事情 而离开教会 而离开 我们所爱的弟兄姐妹 因为这个分歧 造成的 不必要的一些的伤害 所以在这件的事情里面 我们很多时候 是在人的意料之外的事 很多事情我很惊讶 但是我相信 在神的意料之中 我们所面临的是 数不生数的艰辛 就是人类的这个悖逆 最大的艰辛 仍然就是 约翰福音里面说的 他在世界 世界是借着他造的 世界却不认识他 所以今天我们要思想 我们愿意怎么样活下去 来回应 神在这个世代的心意呢 最伟大的圣诞 怎么样来面对呢 所以今天我们面对了 这样一个悖逆的世代 这样的一个分裂的 撕裂的一个世代 今天的世代 最需要的是什么呢 就是玛利亚的这件美事 需要的是真正的明白 在神的心意并体贴神的心意 这个世代需要的是我们神的儿女 同心合意的承担神的一个托付 在耶稣升天之前 他的一个托付 我们每一个基督徒 每一个教会 不能够来回避的 无论我们怎么样的 为正义发生 我们的同心合意成为 福音大使命的承担者 这是神的心意 让耶稣的心被安慰 就像当年的玛利亚 这一件美事 为什么跟福音大使命并列 很多时候我在想 这件美事 为什么跟福音大使命 相提并论呢 因为如果没有玛利亚的 这一份爱主的心啊 我们没有办法去爱人的 我们看见不合我们心意的人 我们就会远离的 我们没有办法一生 忠心的来服侍到底 不可能同心合意的 一个见证 向世界来展现 我们基督徒最需要的是 同心合意的 用玛利亚的这份的爱 来见证这位圣洁的神 就像当初的玛利亚 身边的人 有很多的抱怨之责 但是玛利亚并没有回应 因为那些人 不明白神的心意究竟是什么 如果没有玛利亚的这份爱 我们的福音不可能传到地级 我们自己就把自己撕裂了 自己就把自己教会拆毁了 所以我们愿意 余下的日子 怎么样来回应耶稣的爱呢 人生非常的短暂 我们为神能做什么样的美事呢 能够做什么样能够永远 存留到永远被神纪念的事情了 对神的这份爱 就是体贴祂的心意 同心合意的承担福音的使命 传福音到地级 有这样的一份爱 才可以推动我们呢 能够胜过各种的拦阻 来完成神的托付 我们放下我们所谓的事业名利 来侍奉神 很多时候人说我们在浪费前途 为这个世界的罪人 牺牲自己所谓的利益值得吗 是不是太浪费呢 当初门徒在玛利亚身边的人 就是这样说的 我也思想到当初 我辞职的时候 许多人就是这样说 你太浪费了 当我刚刚辞职在家里面 来辅导一些 这个婚姻困难的人 其实是每一天 我们怎么样去服侍神呢 就是在服侍神所爱的这些人 我记得呢 这些婚姻有困难的这些人 很多时候他们是不听劝的 他们只是跟我倾诉 把我当做一个垃圾桶来说 但是根本不听我说什么 所以当初我的妈妈呢 就看见这样的一个状态 所以她就 我记得很清楚 这是许多年前了 差不多20年前的事情 我妈妈就流着泪问我说 你就是为这些人辞职的吗 为这些人辞职 就天天在家里面辅导 这些不可理喻的人吗 我说不是为这些人 为任何人我都不会的 是为了这位主 这位耶稣基督 他来到这个世界 他降伤为我 受死为我 复活为我 所以如果 当时我问我妈妈 我说如果这些人 你觉得不可理喻的这些人 是你的女儿 你会怎么样呢 所以从那一次谈话 我们家就打开了大门 至今他们都在叫高爸高妈 虽然他们已经回了天家 这就是 我们每一天 活在这个世界上 我们要面对的 我们身边 有许许多多 这些不可理喻的人 他们需要福音 他们需要这位 为他们降生在马槽里面的 这位主 所以 这个当时我看见创世纪 我想神啊 真的是太奢侈了一份爱 给亚当夏娃造了宇宙万物 给我们人是何等的丰盛 玛利亚爱主的这份爱啊 就是因为领受了 耶稣基督的这份爱 没有他的这份爱 玛利亚没有这样的爱的回应 我们今天也不可能有这样爱的回应 当玛利亚面对这些指责 攻击的时候 他漠然无声 这就是一个不怕受伤的爱 因为耶稣基督为我们受伤 因为主在十字架上 就是这样的一份爱 圣诞就是诠释了 什么是爱 上帝爱的这个礼物 今天我想就是马槽 就是十字架 今天我们能给主什么呢 看见宣教工厂的这些荒凉 看见神家的荒凉 看见服侍神的人 是何等何等的少 我就想到玛利亚的这件美事 为什么我们会有这么多的撕裂 纷争 婚姻上面家庭生活 那么多的挑战 那么多的离异 那么多的问题 为什么呢 就是因为我们没有 玛利亚对主的这份爱 恒久的忍耐的 神给我们的真的是这份爱 我们没有办法来回应回报 玛利亚这一份爱 全部倾倒在耶稣的头上 玛利亚把美事坐在耶稣的身上 他坐在这个耶稣的身上 那我们今天我们怎么样做呢 我记得圣经里面有一句话说 若不爱那看得见的人呢 怎么能爱那看不见的神呢 今天我们好像很有公义 我们看这个罪人我们要远离他 可是神为罪人死 我们坐在一个人的身上 这一种恒久忍耐的爱 就会体贴到神的心意 没有这一份玛利亚的爱 今天我们身边的人不会因为我们传一个福音 告诉他一个道理他就信的 我印象这个美国女诗人叫狄更逊 她有一个短诗 我觉得她说呢 如果我能挽回一颗破碎的心呢 我的人生便没有虚度 如果我能助人解决困难 减轻他的痛苦 或帮助一只极其不能 一个疲倦之极不能够飞的一个枝羹鸟 重回朝中 我的人生便没有虚度 所以虚空的反面就是这个益处 虚空的意思就是短暂 所以益处的意思就是留住的意思 所以我们今天就可以思想一下 玛利亚的这件美事 我们在生活里面 实际的生活里面 我们怎么样很实际 很踏实 很真实的生活在每一天 古罗马诗人这个维吉尔在 《故歌》中预言一个新的人类 正从天而降 而实现这一个变化的将是一个婴儿的降生 因为有了他人类铁的时代要告终 黄金时代即将开始 所以在今天这样的一个混乱的时代里面 在这种动荡的时代里面 他为我们立起了一个标杆 如果没有就像航船 如果船没有这个标杆 这个位杆 我们在海上 我们的人生没有办法有一个方向 所以耶稣的生命 他的降生 他的受死 他的复活 他倒成肉身 改变了人类的冷漠 我们今天有真理 有恩典 我们才可以每一天 能够有可能活出他的爱来 所以十字架就是一切的胜利的 最大的一个胜利的根基 他在马草里面 最后他死在十字架上 所以从马草到十字架 到十字架上面有两个字 成了 所以这两个字成了 在巴赫这个圣约翰的一个受难曲当中 就成了蛮高音的一个永叹 就是战斗结束了 现在完成了 完成了人类历史上最艰辛 最伟大的时刻 那但丁的神曲呢 也是讲到正义和人类光辉的时代来临 神子从新的天上降临 十字架是一切胜利中最大的胜利 所以人表象当中 今天的时代这些撕裂 纷争 这些挣扎 究其原因是因为我们 不让这生命之道 在我们的心中掌权 所以路易斯说的那句话非常好 就是我们基督徒啊 好像是蛋 要么孵出来 要么臭掉 我们永远不会保持在蛋的状态 所以我们的生命必须要突破 在今天特别的这个时刻里面 也是圣餐的主日 所以我们要醒察 我们反省 我们爱主 到底有多少呢 这就是今天 我跟大家分享的这样的一个信息 就是来回应 马曹 回应 耶稣的圣诞 我们是不是毫无保留的来回应呢 我们生命当中什么是最好的 所以在世界的动荡 黑暗当中 我们要反省我们的人生 我们要把握福音使命的一个契机 在这个疫情的里面 在世界黑暗动荡的里面 福音才是人的盼望 我盼望每一个人 都可以回应神的一个呼召 他说天国尽了 我们当悔改 信福音 好 我们一起祷告 天父 我们实在是感